老板给我拿束花 九朵玫瑰 那 188 那个老板 我这花是给我刚回国的女朋友准备的 能不能便宜点 我就只有93块钱 回身上一百块都拿不出来 买什么花看什么链 别在这当我做生意啊 走 这花店我买了 你谁啊 还想买我的花店 你给多少钱啊 一千万 过吗 一千万 真的假的 我上官几名说出了吗 从来上司 往下 发财了发财了 原来是我们上官家族 上官家族 你怎么看得上我们这个小花店呢 我要是喜欢你的花 我去买下这个花店送给他 什么问题 什么 他竟然是上官家的少爷 刚才真的是永远不是太山 冒犯了冒犯了啊 赶紧拿着钱 好 好 谢谢 谢谢 是的整个花店都是你的 你想要什么花 随便来 你来干什么 我说过了 我誓死是活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么说 我怎么找的是你老爸 从你抛弃我妈 害得我妈生病去世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不是我爸 那奶奶呢 奶奶 你怎么也来了 难道你连奶奶都不想那呢吗 这么久没见到你 奶奶想你啊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上官集团的继承了 怎么可以天天到外面打民工呢 和奶奶回家好不好 奶奶 我不会回去的 在这个家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小奶奶 今天医院从国外回来 我要去机场接他 过两天再去看你 我先走了 小语 这江医院什么人啊 查过了吗 回老夫人 少爷的女朋友叫江医院 身高1米63 其中55公斤 小家族四里眼 高从国外回来 他们家不是瞧不起咱们家这群小子吗 没想到他要联系一下 什么群小子 小语他是我们第一世家 上官世家的唯一继承了 要不是你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 把老婆给气死了 小语他为你家出走 到外面过苦日子吗 会被人家看不上吗 行了行了 走去机场 我倒要见识见识 什么样的家庭 被看不上我们上官家的孙子 哎 妈 那只癞蛤蟆怎么来了 玉燕 两年了 我终于等到你了 上官瑜 你来干什么 阿姨 今天玉燕回来 我来接她 谁让你来的 我女儿都出国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不死心呢你 我们约定好了 我会等她回来的 她跟我姐回来 你的穷贵车子房子买好了吗 不会是等我姐回来陪你过苦日子的吧 你们放心 虽然我现在没车没房 但是我一定会对她好 你们行了 你不就是想说默契少年穷吗 但我女儿宝贵的青春 可等不停出人同意 赶紧走 别当我女儿 阿姨 你 我姐回来了 亲爱的 亲爱的 你看 她竟然真的来了 哎呀 妈 玉燕哪 冯芊 你们终于来了 玉燕 你 给我放开玉燕 上官你有病吧 竟敢吹冯罩 有话跟你说吧 我姐刚出国就和冯罩在一起 不过就是一备胎 你连备胎都算不上 顶多就是一个换备胎用的千斤顶 不可能 我不信 玉燕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她到底是谁 够了上官宇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红谦 是玉燕的男朋友 不可能 玉燕 她说的是真的吗 她真的是你男朋友 没错 我跟千少早就在一起了 不可能 我们不是说好了 等你回国 我们就结婚吗 你怎么能和别人在一起 结婚 你这种一清二白的穷小子 有什么资格跟我结婚 冯少可是蔡隐大王冯明的儿子 他能给我的 可是你这种穷小子 一辈子都给不 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在金钱面前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就因为他有钱 你就抛弃我 和他在一起 你以前是多么天真单纯啊 是你和我说的 就算没钱 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幸福啊 你现实一点吧 上官宇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是一盘散沙 终究是会散的 以前是我不懂事 以为友情银水宝 现在我知道了 没有钱 你什么都不是 月宇 你怎么变得这么失利啊 我想过好的生活有什么错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玫瑰吧 九朵 我拿在手里都觉得丢人 你在看冯少送我的九十九朵玫瑰 你连花都买不起 拿什么给我幸福 我算是明白了 原来有钱才算幸福 行了 我今天叫你来 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我们两个分手吧 从此以后 你不要再纠缠我 你没想到我对你的感情 在你眼里就是纠缠 小子 我听玉燕提醒过你 你就是那个谈恋爱的时候 带着玉燕 去吃学校食堂的穷脚丝吗 我在玉燕去的地方 都是人均消费上班的高级餐厅 你这辈子都没有去过吗 你就是穷脚丝 不晓得怎么上班赚钱 就想谈恋爱 你可以吗 你的意思是 穷人就不配谈恋爱吗 没错 我劝你啊 还是撒泡尿 好好照照镜子吧 上官宇 不管你小子跟谁去谈恋爱 总之不要告怕我们家玉燕 我早就和你说过了 我们家的条件 不是你这种家庭能够得上的 现在总能看其现实了吧 认清 我得好好感谢你们 给我上了这么一堂好课 懂了就好 癩蛤蟆就别想着吃天鹅肉了 好好在你经理栽的吧 谁敢说 我的孙子是癩蛤蟆 你都不去家 是个家老夫人 奶奶 你们怎么来了 我的好孙子 你受苦了 没有 医师家的老夫人 怎么叫他孙子 我怎么知道 哪个是家玉燕啊 出来呢 让我见识见识 长得不够如此 上不了台面 你 别乱来 上官第一师家的人 我们惹不起你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孙子 帝都第一师家 上官家的继承人 上官宇 身高一米八零 体重八十公斤 坐用百亿之场 受各族千斤的处冤倒追 你们江家的女儿 给我家的孙子 当保姆都不配 这怎么可能 上官宇不是个穷小子吗 怎么变成上官家的继承人 你 你之前的有上官宇 真的是第一师家 上官家的人吗 我怎么知道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家庭呢 敢不把我们上官家的人 放在眼里 一个个的眼睛 都眨到天上去了 这一个个的 好大的排场 欺负我孙子一个人 是觉得我们上官家 没人了吗 哎呦 老夫人误会 这都是误会啊 你是觉得我脑眼昏花了吗 你们对我孙子做了什么 我看得清清楚楚 一群狗眼看能低的东西 这句话呢 都被骂成那样了 这可是帝都第一师家 上官家的人呢 我哪里敢说话呀 没有你东西 我怎么看上你这么废话 你还不是探索我家的财产 你说什么 少爷们说 奶奶 保姆孙子 奶奶今天就要帮你 教训这一群不眨眼的东西 说谁不眨眼的 明明就是上官与做人有问题 这么有钱 还装什么穷啊 别说了 怕他们干 不就是几个臭钱吗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几个臭钱 说的是啊 刚刚是谁占着几个臭钱 来欺负我的孙子 怎么就你们可以欺负我孙子 我就不能为我孙子撑腰了 奶奶 您消消气 好孩子 奶奶看你被他们欺负成这样 咽不下这口气 两个年轻人谈个恋爱 这都是正常的事 那能跟着窗户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我的孙子 为了你这个小姑娘 这两年受了多少的苦 那那是他自己乐意的 是他自己乐意 那是你就不能这么欺负呢 要分手就分手 你把他叫到机场来 看着你跟别的男人 亲亲的了 这算什么回事 还愣着干什么 对不起 你该道歉的不是我 对不起小雨 是我的错 小雨我们和好吧 我知道错了 你心里还是爱着我的 对不对 你说什么 家里一直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是因为你没钱 现在你有钱了 他们肯定不会再阻止我们了 江玉燕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其实我最爱的人 一直都是你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 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吗 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玉燕 你说什么呢 说你要和我结婚 那他呢 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他 都是我家里逼我和他在一起的 你有钱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你家里的真实情况 我根本就不会出国 我们两个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你的意思是 你和我在一起的标准 是我有没有钱 而不是感情 谁有钱 你就爱谁是吗 这有什么不对吗 我只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已啊 有什么不对吗 我只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已啊 三位语 你想你这是找什么语 不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当初那个单纯善良的江玉燕 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别叫我名字 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 奶奶 我们走 不想再在这里 不想再看到他们这副嘴脸 好 这才是我们上官家的人 我们走 请民 有交给你了 别知道 你你现在还能进得了我们上官家 我 我实话告诉你 你们的资料早就摆在我们座上 我又本以为 只要我儿子喜欢 小门小户就小门小户 可是我外妈没想到 你们还居然学习起我儿子了 那个傻子 他特意跑去去花 你就为了这九十九多 你不让我儿子都花 这 有些事情外妈告诉你 为了哄我儿子开心 我刚花了一千万买个花店 妈呀 一千万买个花店 这也太有钱了吧 你都闭嘴 原本这一切都可能听 为什么我这个赖喊 真的变成了青蛮王子 存天是吧 你爸就是所谓的参与大王 如果我儿子是赖喊的话 你是什么 不不假 我要分家俩家破产 敢和我上官几天作为 没有什么好下去 是 这叫什么事呀 妈都是你 要不是你看不起上官宇 逼我和他分手 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怎么能怪我呢 你自己不是也找了红千 说他家有钱 能让你当副太太吗 这个没用的废物 在上官家面前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玉燕 这怎么能怪我呢 这可是帝都上官家呀 一个没出息的废物 本以为你是个金龟穴 没想到你是个王八 行了 说这些也没用了 谁知道上官宇这个成官蛋 竟然是帝都第一世家的继承人 这个混蛋把我们都给骗了 说不定他就是故意装成来考验我们的呢 结果我们没经过考验 且 你都嫁不了豪门了呗 你少给我嬉皮笑你 当时没搁到你身上 你不知道痛是吧 也是有没良心的 玉燕 我知道我家比不上上官家的家事 但是我对你的爱是真心的 我一定会让你购上有钱 富太太的生活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玉燕 行了妈 你听妈说 红千家是挺一切的 你别着急去找他 让他先养他你才 他们家没有几个钱 上官 哎呀 可是现在上官家是不会让你进门的 你这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到更合适 你就将就着 骑鱼找马 能找到更有钱呢 红千给一脚踹 妈 说的有道理 这才是妈的好女儿 你自己感兴 行吧我先答应你吧 太好了玉燕 我早就为你准备好了惊喜 咱们这就过去 真的吗什么惊喜 我找了你的大学同学们 在我新开业餐厅为你准备一个追风宴 风风光光的给你大办一场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好 那我们说小语 你买了你家吧 你看你个人在外面处了多少的苦 奶奶 回家当时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喂 同学聚会 好我现在过去 奶奶 我大学同学组织了一个同学聚会 我先不给你回家了 我在前面那个餐馆停一下 小语啊 这个你拿着 我们上官家能住门吃饭 没有叫别人请客的道理 知道了奶奶 我先走了 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这样 你要是没钱没事 人家就是瞧不起你 奶奶不想你受委屈啊孩子 上官员打过电话了 他到现在还是个穷官大 你活就有好气看喽 人家 人家 人家啊上官员 我怕不认识路啊 好没问题 你们知道上官员在干嘛 在干嘛 我记得他在学校的时候成绩挺好的呀 成绩好有个屁用 出社会 还不得回去 我可是听说了 这个上官员 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到处打民工呢 吃的上顿没下顿呢 啊 真的假的 看得这么惨 不然你以为呢 上官员要家事没家事 要本事没本事 那他什么混啊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聚会吗 啊 哎呀我实话告诉你们吧 今天是我们笑话江院回国的欢迎会 是本事餐饮大王的公子冯少爷举办的 不然你们以为我们能在这么高级的餐厅主办吗 江玉燕 那不是上官员的女朋友吗 早分手了 女人在出国的时候 现在 跟冯公子在一起 啊 那一会上官员来了不就得丢人了吗 姐 就是让他抬不起逃 江玉燕 廖姐 看你不是路出来接你啊 刚看你从两豪上下来 啊 啊 啊我有个朋友顺路的恨我 可以啊 你小子有这么有钱的朋友 咱俩真太久没见了 今天好不容易约这么贵一个餐店 一会上去你要多吃点 好 正好我背了卡 今天随便吃我买单 小雨来了 小雨你坐 好 这怎么就一把椅子 不好意思啊 上官员 你来晚了 他们这椅子不够用了 回去让服务员帮那个塑料凳子 你就干净做椅子 你应该不会去 有什么好建议的 餐厅就这规格 像你这样的穷小子 一辈子可能就来不了一次 开心才来不去 是啊 能有位置做就不错 不愿意就站着吃呗 你们想什么意思啊 来小雨你坐这儿 这儿把我来坐 你俩真是胡同狗友啊 喜妙一堆 最大点本事 就剩一家嘴硬了是不是 既然这么不欢迎我们 那我们就先走了 这冷板凳 就留给你自己坐吧 对对上官员 我们走 这种同学就会不参见也吗 谁老姐走啊 你这么久不见 你们老爷最好不容易建议 不会这么不给面子吧 想说的是啊 大家都是同学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就一起吃个饭吧 钱要明 你也少说两句 上官员是没离婚的好 但你也没必要这样刁难人家吧 哼 他也配 行吧 上官员 看在同学们的份上 我们就留下来 请 请你的 来来来 这冷板凳 你们你们谁爱坐谁坐 我们可不坐 来得晚就只能坐那 你还想让谁给你让位置呢 叫服务员放把椅子吧 就让他们去叫 服务员我嗓子打电话 让他们去 服务员 服务员 什么事啊 你好 我们这里只有一把椅子 麻烦你把这个凳子撤了 再搬一把过来 不是都和你说了吗 没有没有 但我没完没有 上官员 我早都和你说过了 餐厅没有多余的椅子 只有这塑料凳子了 哎呦 上官员啊 今天你这个板凳啊 是坐定的 我刚刚从外面过来的时候 那么多空间的椅子 为什么不能拿过来给我们坐 对啊我也看见了 那都是规定好的 不能乱动 再说了 那屁股是相金了 还是相钻了 这么金贵 塑料板子怎么就做不得你 说得好 你屁股是相金还是相钻 你屁股不金贵 你来做这个塑料凳子啊 想想我的凳子 在我屁股底下呢 过来抢啊 还热乎着呢 你恶不恶心 嫌恶心啊 坐在那个铺板这儿呢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一个月工资多少 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还想来这个酒店 一批服务生啊 我们都是高档贪金 服务员都是有要求的 像他这种 在我们这边洗碗还差不多 洗碗还好呀 哎 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 不就在食堂洗碗了 哎呀 这下干回老本行了呀 我从来不觉得 在大学勤工俭学 有什么不对 靠自己的努力赚钱 怎么就成了被别人取消的事呢 你的本事 也就跟他体力活那样 你们好歹也是高档酒店 就让客人做塑料凳子 还对客人恶意相向 如果我把这件事 投诉到你们经理那里 你是会被扣钱呢 还是会被 你要投诉我呀 你去呀 看看会不会有人理你 还想投诉经理 这家店老板是冯少 早就看不过上关羽了 他能投诉个屁呀 没有本事的人 你就想想高高算吧 投诉给经理不行是吧 那我直接打给有关部门 你们就等着停业整顿吧 住头 怎么 先生 你陪老师说 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 我对你的服务态度很不满意 谁 你还有什么事 对不起先生 是我服务态度好 您要引的是吧 我马上给您搬过来 你不是说 这是你们店里的规定吗 您可就下面 您想找我们的经验来出来 您想找我们的经验来出来 您想找我 但是我们现在 对我们经验给您的话 老板就能看出我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原来又是钱耀明走的不 服务员只不过是听了钱耀明的话 故意找我答案 算了 算了 你现在去给我搬一张椅子 我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了 好的 先生 我这就去 妈的被他混过去 可以啊 张国务员 这都被你搞定了 小事 欺负个服务员算什么本事 你有什么本事啊 在哪高救 我有什么本事 我怕我都算吓死你了 你放心 我又不是 没那么小毒机场 你他妈说谁小毒机场呢 这就急了 这不是小毒机场 那什么事 我告诉你 你可听好 我是上官集团分公司的经 银行50万 那否是帝都第一世家的公司 你在上官集团工作 没错 怎么样 羡慕了吧 哼 还是在假公司了 你笑什么笑 没事没事 我为你高兴呢 上官集团多厉害啊 你真有本事 那当然 比你们这些废物强多了 你还是小心点别得罪了他 如果我跟你说 那个上官集团是我家的 你信吗 你别逗我了 这怎么可能 我说真的 我骗过你吗 你别怕 我来搞定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俩嘟嘟呢 说什么呢 我们就不是羡慕你在那么好的公司上班嘛 想商量一下怎么和你搞好关系啊 能不能给我们也安排一个职位啊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不过就比你 这辈子都进不了上官集团 不过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我可以给廖吉安排一个保安的位置 至于你 上官集团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进了上官集团 只会脏了上官集团的地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给我滚到后厨去洗网吧 你还是别惹他了吧 你放心好了 上官集团真是我家的 你全我离家出走了 现在我已经回归家族了 真的吗 你小子隐房了这么多年 那刚才那辆豪车也是你家的吗 天耀明怎么样 你是想做地 还是想做保安 你发什么疯的 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上官集团你说了算啊 别以为自己信上官 就能和上官集团扯上关系 你这个不值钱的玩意儿 跟人家上官集团比 那可真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你们也别太过分了 上官集团也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我说廖姐 你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们你就在这没完没料的 你是上官宇的狗啊 上官宇是我兄弟 你说他就是不听 这个没钱的便宜兄弟要来干嘛 回家把你洗网啊 钱耀明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除了洗网啊 说不定还能暖船呢 哈哈哈哈 大家都是老同学 这么多年来小语的人品 你们也是知道的 干嘛会得这么多多逼人 老杰 谁给你的脸子这么和我说话 班长大人 现在都毕业多久了 你还摆着班长的架子 给谁看呢 你说什么 我说错了吗 装了这么久好人 你不累吗 从一开始办这个莫名其妙的同学聚会 就是你的主意吧 为的就是看我现在混得好不好 要是混得不好 你们全都要来抬我一脚 原来是这样 我说呢 怎么上光雨一来你们就这么针对他 原来是为了找他麻烦 所以我还帮你们把上光雨约出来 你们这是拿我当枪使的 没想到你们还有点老子 不过还是说错了 你们知道这场聚会是什么聚会吗 不是同学聚会吗 当然不是上光雨 你应该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你前女友 玉燕女生 这和江玉燕有什么关系 诶 实话告诉你们吧 今天根本不是什么同学聚会 而是江玉燕回国的欢迎会 你知道是谁举办了这场营会吗 是帝都参与大王的公子 红少女 这家酒店 少女 如果没有红少爷 你觉得你有可能来这吃饭 红少爷是谁啊 为什么要给江玉燕主办欢迎会 当然是我玉燕女生的男朋友 这他妈还用问 什么 男朋友 上光雨 江玉燕不是你女朋友吗 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红少爷 这还要说 上光雨这个臭屌丝 怎么配上江玉燕 江玉燕早就把他给踹了 什么 这不可能吧 他说的是真的 江玉燕的确为了钱 和我分手 什么 这个江玉燕怎么这么爱慕虚荣啊 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他就这么把你甩了 那他要是知道现在你是 人家是实实物者 为俊子 不跟冯少爷在一起 跟你这个虫干蛋 妈的你这么脸皮真的是 你看看 就他这副德行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怎么配着上江玉燕啊 你看我家冯少爷 这半餐厅 半的疯疯火火的 玉燕回国了 还给他接风 请了我们这么多老同学 来这高堂餐厅吃饭 你一个上光鱼 连个他毛都配不上 就是 看来他们虽然是和那个姓红的有灵性 但是今天这场鸡场的一件事 他们都很不知道 既然是江医院的接风宴 那为什么还要喊我来 当然是羞辱你 让你看起你和别人的差距 那你还埋下这天鹅肉 你配吗 你们不也是虎家虎威 借着别人的名义装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就是 你现在就嘴硬吧 等于玉燕和冯少回来 我看你怎么死 冯少有多厉害 你根本想象不到 好啊 我等着 我也很期待他们看到我的表情 你认不认识这个冯少 我认识 但是他认识你 也知道我什么身份 哼 那就有意思了 这些人还等着看冯少教训你 却不知道 冯少看到你裤子 等着吧 冯少来 我要让他跪下地上给我们磕头 妈的老子不等了 现在要教训他 哎 你要干嘛 上光瑜身体很好的呢 我们打不过他呀 这种事还需要我们动手吗 等着看好戏 了解 你现在给上光瑜一个耳光 我就带你进上光集团 当一个业务员 你说什么 这个办法好啊 了解 这可是能让你从底层翻身的好机会 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上光瑜 为了你好兄弟的前途 阿姨一巴掌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 你们是不是疯啊 让我打上光瑜耳光 不可能 你可想好 错过这个机会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进上光集团 前耀明 你是不是以为当一个小小的经理 这个上光集团 你说了算 废话 老子是经理 不是我说的算 还是你说的算呀 刚和经理了不起是吧 那么 你很快 你什么意思 老子是不是经理你说的算 陈耀明 你别理他 最少才在那装呢 了解 你动不动手 你不动手我自己亲自来 你还是赶紧走吧 现在只是前耀明想要打你 等待会狗上来了 再走就来不及了 你个胖兔 给我过来 你只要站在他那边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同学 而且上光瑜也没有惹到你们任何人 只是穷了点而已 就没必要这样对他吧 我看他爱眼 看他不顺眼是不是 看我爱眼 那你把眼睛挖掉啊 这样不就看不到我了 你他妈还来劲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右肩弄死你 快跑我拦住他 你给我滚开 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 你给我滚开 小姐你还站着干嘛 站着上光瑜赶紧跑 小姐 谢谢 你不过我一个大男人 还不需要女朋友当在我前面 不用谢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这个婊子 看上这个废物 你别乱说 我我没有 钱耀明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你 哼怎么了 心疼了 你也看上他了呀 也对 你们一只癞蛤蟆 一个丑八怪 真他妈天生一对 我要挑战我们的人来一线 我就挑战他什么了 待会我不动一根手指头 真的废了你 你身边哪个废 好啊 我倒要看他 你要怎么玩死我 玉燕就是这儿你的老同学都在里边呢 那不用我们动手了 龙少爷来了 待会儿 我看你怎么死 好啊 那我等着 上光瑜 你怎么在这儿 骂了 是叫他这群同学把江玉燕的前男友 带过来羞辱一番 如果现在上光瑜真的来了 这会真不能难道 怎么办啊 红烧他们真的来了 上光瑜这次真的完蛋了 放心不用为上光瑜担心 你看那个江玉燕跟红烧看上光瑜的眼神 是不是像老鼠看到猫一样 你会这样啊 上光瑜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吗 他是什么人 他是上光集团的继承人 未来的 啊 真的吗 他真的是上光集团的继承人 当然是真的 所以 潜阳明他们在上光瑜面前就是个笑话 完全不用替上光瑜担心 哎 谢谢啊 什么事啊 您来了 上光瑜已经按照你的风呼带来了 你看要怎么处理 是你把他叫过来的 这就是你说的给我准备的惊喜啊 这 这我真不是故意的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有身份啊 哎 羽燕 你怪冯少干嘛呀 冯少这次把这个废物叫来 就是要你看清楚 冯少和这个废物之间的差距 让你们感情更稳定啊 是啊 你的确是要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 嘿你个废物 怎么跟冯少爷 就是 还不赶紧跪下来给冯少和玉燕道歉 你别跟我说话 冯少爷 我这不是帮你教训上光与这个废物吗 哦 明白了 冯少爷 你是想欺欺动手是吧 嘿嘿嘿 来来来冯少爷请你想怎么教训他 我们绝不插手 我怎么不能这两个傻插 冯少爷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全邀明跟班长这两个傻子 就是给这什么冯少拉头呢 你看冯少爷算多了 还不得打死他们俩 哈哈 哟 笑什么呢 善关羽都要挨揍了 你们俩还笑得出来呢 关你什么事 你我是好心提醒你们 用不着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 不识好歹 够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要闹 你自己闹吧 诶 玉燕 你怎么能先走呢 这可是专门为你举办的欢迎会啊 是啊玉燕 你哪里不高兴说出来啊 我们哪里解决呀 还能有什么呀 肯定是因为上关羽呗 肯定是因为看到了上关羽 心情不好才想走的呗 你 你看什么看 我又没说错 是吗 是因为我来了 你心情就不好了 我 诶 玉燕 你怕他干什么呀 哦 我知道了 是不是因为你们之前在习过 你不忍心这样对他 但是我们可不愿意 哎呀 你们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玉燕 我看你怎么有点怕上关羽啊 你老实和我说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那女的把柄威胁你 什么 张光玉 你也太不出东西了吧 竟然敢威胁玉燕 说 你是不是派了玉燕裸照 裸照 裸照 什么 田耀明 是不是想 你们胡说什么呢 哪来的什么裸照啊 那你怕他干什么呀 你现在男朋友可是苍蝇大王 冯少爷 你说是不是啊 冯少爷 冯少爷 你这什么态度呀 是你说要教训教训这个废物的 你站在这半天不动 你倒动手呀 妈的 你们给我闭嘴 我什么时候让他过来了 嘿 你这说什么意思 东方还跟我打电话呢 现在就不认账了 就是说呀 你不是本事餐饮大王的儿子吗 你动他还个臭角色又人怎么样 老板 老板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刚过得了小姐 你们回家破产了 你说什么 什么情况 莫言霸是什么 是谁说你得罪了商官刑行 商官家动了关系 那你家直接破产 现在对面这些餐饮 都是商官家的了 你说是真的 是真的你别都气到 现在你现在躺着 什么情况 商官家 建文真的直接让方家破产了 商官家 对 是商官家 是不是你做的 你为什么让我们家破产 难道是上官启明 让人直接把我们家给搞坏产吗 郭少爷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虽然他已经上官 但是他和上官集团没什么关系啊 对啊对啊 我是上官集团分过私心理 我可以帮你了解情况 我敢屁啊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老子帮你问 你他妈还打老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只是一个分公司的经理而已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啊 他是上官集团唯一几成人 上官宇 这不可能 上官宇就是个穷小子 怎么不就是上官集团 你敢质疑我 就是上官宇 知道是上官世界的几成人 郭少爷 郭少爷不和他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我之前也不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 刚刚在机场的时候 第一世家上官启明一家人都来了 说上官宇是他亲生儿子 未来整个上官集团都是他的 狠狠地羞辱了我跟江渝一家人 上官宇 你真的是上官集团的继承人 没错 他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两个宠蛋 竟然还把他笑在这里 他不是想害死我呀 无论不知道他是上官集团的继承人啊 要是我知道 我怎么这样惹他呀 听你们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不是上官集团的人 你们就应该欺负我是吗 妈的 他在学校明明就是一个放的是不是 什么突然变成上官集团的 看到没有 这张全球限量的不限量黑卡 就是上官宇给我的 他的身价可不是你们这些人比得了的 妙姐 你早就知道他要身份了是不是 当然 妙姐 你早就知道上官宇的真实身份了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就是 害我们把上官宇得罪成这样 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 啊 是我让你们欺负他了吗 你们自己嫌贫爱富 赚几个臭钱 很了不起啊 以为自己全世界最牛逼了 啊 人家上官宇是低调 不想跟你们这些穷逼一般见识 你们倒好 蹬鼻子上脸了 算了了解 没必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上官宇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 才被他们一直欺负 上官宇 不不不 上官少爷 求求你你放过我们房价吧 我爸这辈子赚钱不容易啊 可不能毁在我的手里啊 我放不了你 我知道了 你是恨我强动的女朋友 只要你一句话 我立刻把它反对你 从此以后 消失在你面前好不好 千万不要让我 现在知道求饶 早干嘛去了 潜耀明可是说了 你还专门打电话 让他们把上官宇约过来 你也不是这么好东西 如果上官宇要是个穷人的话 早就被你们欺负死了 我知道错了 上官少爷 没出戏的东西 男儿要欠下有黄金 你他妈说贵就贵 这就丢了我们男人的脸 你动个屁啊 你家破产 你知道有多难受吗 我帮不了你 你家破产不是我造成的 这怎么可能 他都说了 是你们上官集团 让我们家破产的 我虽然是继承人 但是我现在还没当家做主 你家破产 应该是上官启明造成的 那我启明不是你爸吗 你去帮我求求他呀 我为什么要帮你去求我爸 让我女朋友在先 把我骗到这里 羞辱我在后 我凭什么要帮你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完了 我们冯家吗 现在冯家都倒了 看来要让张光宇重新爱上我 不然我这辈子都进不了豪梦 你敢打我 妈的 刚才打我老子不敢黄手 现在你已经不是孔少爷了 你家破产了 老子不得打回来吗 你 再逼逼老子揍死你 要不是你这个王八蛋 让我招了你上官宇宙 我会叫他们过来吗 你简直他妈是头猪 就是 你明明在经常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上官宇宙的身份了 你这样不告诉我吗 你爸妈都害藏了你知道吗 没有没 揍他 对揍他 这钱奥明和班长是真 说 如果我不是上官集团的继承人 你说现在躺在地上挨打着 会不会是我 那还用问 肯定是你啊 这不就行了 没什么好 那还用问 指定是你啊 那么就是了 没什么好重庆他们的 小宇啊 你终于成长了 不再是那个没成长老好人了 现实真是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 相恋多年的女友被她 大学的同学是激落我 我要是再看你 你都成傻子了吗 这么说来你也挺惨的 不过你看小郑这姑娘怎么样 刚才可是挺身而受挡在你前面了 仔细一看小郑这姑娘长得挺漂亮的 不比那江玉严差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你看她害羞了呢 你别胡说 妈的 这该死的小郑 不会是想勾引上关羽吧 撬老娘的强角 我弄死你 玉严 救救我呀 滚开 我现在没空理你 你说什么 我都会 没用的废物 打死了正好 本来以为你是个富二代前利谷 没想到说破产就破产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他跟我有什么区别 你个贱人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家能破产吗 你自己没本事 还好意思怪我 有本事 你对着上关羽这么大声说话 你敢吗 你 你贱人 我今天打死你 来啊 你以为老娘怕你 要不是你 我怎么问得上关羽分手 他没找你算账呢 你 你打我 他怎么打起来了 叫我要帮个忙啊 帮个 要不是这个王八蛋 怎么会出那么大影响 对 你说的对 咱们看着就好 好我头发 你你你帮我 你先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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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帮我就帮 你给我放小 你帮 放开 我出去抓 终于清静了 耳朵都怪被他们炒聋了 你别说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江医院这么破辣的样子 挺有意思 该不会很喜欢着他吧 这好马可不是回头头啊 再说他可是掉进了前眼里的 你虽然很有钱 那你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 你放心 我和江医院已经彻底结束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那就好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你慢慢去 我也走了 我和他们一起走 站住 还都来了 别着急走啊 上官少爷 你还有什么事吗 上官少爷 班长大人还是叫我废物 听得比较学习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难不成 我还会对你们怎么样 上官少爷 你就饶了我吧 都是他们两个和其伙来欺负你的 和我没关系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 你就饶了我吧 千万别让我家里破产啊 你家是有多少财产啊 就能提破产两个字了 说的也是 我家好像也没有多少钱 你个窝囊费 给我起来 你要是跪下来 我们两个站得着什么回事 那你们两个一跪下来不就行了 放屁 我他妈才不会给他下跪呢 你他妈他妈的有点出血 上官有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好怕他的 话是这么说 可他是上官集团的人啊 谁知道还有什么手段对付我们 我们这胳膊始终拧不过大腿啊 那我也不怕 我们俩可没什么事 你的事可就大了 我 什么 我哪有什么事 你忘了 你不是在上官集团分公司当经理呢 对啊 你可是在上官集团上班呀 说的也是 我想起来 你还说要给廖杰借上工作 当保安呢 那那要怎么样 我刚才可说了 他是继承人 但是现在还没继承的 管不到我头上 更何况 我可是个经理 一个公司的经理 就开除就开除啊 我想你是误会了什么 我是还没有继承公司 没办法对付姓冯的一点 但是你觉得你能和姓冯的比吗 你不过是一个分公司的经理而已 你信不信 只要我一句话 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经理 就算是整个分公司 都要原地解散 不是说男儿戏下有黄金吗 这怎么说贵就贵了呀 你给我闭嘴 我哪他妈贵下了 我是他妈推入啊 秦阳梅 你可别这样了 这整个集团都是上官家里的 你怎么和他斗 赶紧认输吧 上官少爷 你放过我吧 你干什么 我上有八十万 我上有二十万 带服一家人 全都会养活 我要你帮我开书 我一定要准备我死 行了 别演戏了 你和小猪的台词一模一样 赶紧给我放开 听到没有 我 你要不原来我我就不放手 你死了这条鞋吗 我以前用这条放屁孩子 就没有一个脱开的 你再不放开我就踢死你了 踢死我 把这太书我哭不下去了 你把我踢死 我赶紧还能拿那钱呢 你这不爽不赖吗 我不赖 你这爽不赖 你帮我把它掰开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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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小小小 这我可没把动手 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啊 行了行了 我不会开除你的 你帮我放开吧 真的 门子听好了 他清清楚楚说 不会开除我的 我还是公司的经理 我说了要让你当经理吗 什么意思 是不是想反悔 我说了不开除你 可我没说要让你当经理 你可别胡来 这招对我用不了第二次 那你到底想我怎么样 又不开除我 又不让我当经理 你还记得我刚才和你说了吗 整个公司的地都交给你来托 不是 你说什么呀 要我担保洁 不愿意 我堂堂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凭什么就当保洁啊 不愿意就算了 定寻高就吧 上官集团 容不下你这顿大伯 别呀 不当保洁是为了你着想呀 怎么就是为我着想了 你想呀 再怎么说 我俩是同学 要是说出去 你上官少爷的同学 当个打扫卫生的 丢的可是你的脸呀 你以为我会在乎这些 这些不公平啊 我欺负人 刚才你不是这么对付我的吗 让我去后厨洗碗 还要了结扇我巴掌 呃 我 有因必有果 先看看你自己做什么事吧 看在东西同学的份上 我给你个机会 想当经理也可以 去分公司当三个月的保洁 只要每天的卫生都达标 并且没有人投诉你的话 我就恢复你的精力的位置 啊 三个月啊 不愿意的话 住半年吧 三个月 三个月 你们好自为之 大家都是人 没有谁比谁更高贵 上官启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怎么样 我送你的惊喜满不满 什么惊喜 你是说我们家破产的事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解决 用不着你来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我 你要和我说这些的话 以后就不要打电话过来了 你先别管 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什么事 你奶奶刚才又闹了 你快回来看看她房间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 我现在就回来 我家里有点事 我先回去一趟 我一下子再认 哎 你的黑卡 留给你刷吧 哎 什么事要这么着急 该不会上官家也破产了吧 上官家要是破产了 你就连保洁都干不了了 等着露宿街头吧你 也对 还是不要破产 哼 奶奶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小语 你回来了 奶奶没事 怎么好好的就病倒了 医生来看 看过了 奶奶真没事 还不是为了你的事 你奶奶忘记吃酱氧药了 血癌一高 就用了过去 幸亏被发泄的早 要不然你就见不到你奶奶了 你这臭小子 你和他说这个干什么 不要听他吧 奶奶没事 奶奶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让你担心了 奶奶活在这世上 就是担心你啊 你一天不回来 奶奶一天就睡不好觉 这身体怎么能好呢 是啊 这上官集团迟早是你的 你要不早点回来继续公司 不安逸哪天 我们住点什么事 你怎么应付得来 你爸爸他说的对 就算你再恨他 但是上官集团 始终要交到你手上 奶奶活不了多少年了 就希望你能够陪陪奶奶 好 我答应你 回上官家 好 好啊 快 通知下去 把总经理的位置腾出来 小语 你明天就去接受上官集团 奶奶你先别着急 我还不想当总经理 为什么 我之前也没接触过职场 这一下就当总经理的话 我怕适应不了 对公司来说 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想从基层做起 熟悉一下各个部门的业务 也好锻炼一下 你说的也有道理 直接空降当总经理 你也适应不了 妈 就让他去基层锻炼一下 好吧 你去安排吧 对了 记得把我的身份保密 这样才能清楚地了解 我们公司的工作环境 你就不怕那些老员工 欺负你一个新来的吗 刚好 我最近发现 业务部的离职率有点高 你过去看看 要是有哪颗老鼠是 搅捞了我们上官集团 你就直接开除掉 这也是对你一个小小的考虑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先搬回家住 好好 赶紧去赶紧去 这孩子 总是这么纷纷火火的 都不知道 你准备 buffalo 这上官是氛围不错啊 从事之间都互相打招呼 你们站着干吗 走啊 哈哈哈 徐经理不好意思 这人新来的不懂事 您先进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徐经理有传染病吗 都不跟他一块走 你差点就闯大祸了你知道吗 最前没见过你新来的吧 嗯我第一次来 是来面试的吧 我你知道那人谁吗 那是我们业务部的徐经理 我知道你们刚才都喊他了 悄悄跟你提个心 徐经理这个人特别不好相处 他没有什么大毛病 就是不允许我们走在他前面 他必须得先走 之前公司来了个新人 不懂规矩 走在他前面 直接就被他给开除了 这是什么毛病 这么大的架子 你小点声 要被徐经理知道 咱们在这说他坏话 咱们俩都得完蛋 说都不让说了 他不过就是一个经理而已 你刚毕业吧 一看就没什么工作经验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上官集团 咱们是业务部 徐经理才是我们的老大 一切都得看他脸色形式 说白了 他就是我们业务部的土皇帝 皇帝 没有人管他吗 说你没经验吧 那上面可都是总经理 董事长了 那可是日理万机的大老板 哪有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死活 看来这个业务部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走吧 我们进去吧 那边就是面试的会议室了 我带你过去吧 去看看这个部门的面试情况也好 那就谢谢你了 不用 面试成功了 咱们就有同事了 走吧 就在这了 你稍等一下 我叫人去给你面试 好的谢谢 这人还不错挺热情的 你就是来面试的 你好 填表吧好的 对刚来面试的新人 竟然直接把奖架在了办公桌上 太没有素质了 你看什么看 爱你填不填 不填就给我过了 你对新来面试的人态度能不能好一点 你在讲我做事啊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上官集团 多少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几步头都想进来 我能在这跟你面试 是你八倍祖宗烧高香了 知道吗 你是哪个职位的 你管我哪个职位的 你蹭哪个聪啊 轮到你来教训我 你是面试的还是我是面试的 我是面试的没错 但你作为上官集团的一员 还是面试者 你代表的是上官集团的形象 你不应该时刻注意一下吗 今天来了个正义使者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董事长呢 这么大口气 我告诉你 老子就这样 要想进上官集团 你他妈就给我受着 你就不怕我去投诉你 投诉 去吧 实话告诉你吧 这个部门的许经理 是我的表弟 他说了算 你去投诉我一个试试 表弟 上官是好像有规定 不允许有裙带关系的员工入职吧 我靠 你怎么知道 这是明文规定 哪有员工不知道 你吃到又怎么样 许经理是我表弟 人士是我表妹 财务是我二舅 就连保洁都是我姑姑 谁敢管我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这个部门直接就成了你的家族企业了 可以怎么说 我表弟说了 迟早这个部门 他就改姓许了 许经理好厉害啊 竟然敢瞒着上官家的人 在这一手整天 那当然了 小子 我告诉你 想进我们公司 就得给我夹进尾巴做人 不然的话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兜 听明白了吗 哼 明白 明白就行 赶紧给我填表 偏一场老子打游戏的事情 瞒着呢 没想到这个部门经理 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 把整个家都带到公司来了 我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慢慢看看这个举经理造极把手 甚至有多 你好 表情好了 拿过来看看 复日大学 这什么狗屁大学 你认不认识字啊 那个字念蛋 哦 大日大学 你们学校是卖蛋的 那俩字念复蛋 复蛋大学 这个日子后面一看一看 怎么变成个蛋 你真的不知道 复蛋大学可是全国排名前几的 名牌大学 你没听过吗 自蛋大学吗 听说过 名牌大学吗 连复蛋大学的蛋字都不认识 他该不会没读过书吧 竟然敢叫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人 来面试新员工 这个水晶里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不知道面试官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当然也是名牌大学毕业了 哪所名牌大学啊 反正比你的牌子大 到底是我面试你还是你面试我啊 我哪所毕业 果然连大学都没上 你父母工作这一栏怎么没写啊 我母亲早是 父亲是乡下种地的 不知道怎么写 什么 乡下种地 那这么说 你是没什么背景的乡下人了 没错 骂了 浪费老师时间 赶紧给老师关 一个乡下人来干什么 砸了我公司的地 还有你做的这把凳子 老子一会儿还要去消毒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乡下人就不配进你们公司吗 废话 我这是什么地方 你看不出来吗 一个没钱没事的乡下人 臭什么热闹 赶紧给我过别家 滚出去吧 我还真是从来没见过哪家公司面试人 看的不是能力 而是家庭背景 你没见过的事情 多了去了 别的地方我管不了 反正我们这 乡下人就是不能进来 你动了吗 把你们经理给我 救回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经理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你滚不滚 不滚 直接叫保安把你扔出去 好啊 你试试 吵什么呢 大老爷就听到你们叽叽喳喳的 调地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在公司要叫我许经理 许 许经理 说吧 什么事 还不是这个面试的傻逼 一个山下人敢到我们这 敢都敢不走啊 哦 还有这种事 你不就是猛狗带臭小子吗 不好意思啊许经理 不知道您不允许别人和你一起走 你小子可以啊 才来没多久就打拼好我的喜好了 是你许经理名声大 别人不得不知道 许经理 跟个山下人有什么好说的 赶紧让他滚 顾白子在面试人的时候没调查背景吗 怎么连这种乡下老爷把他带进来 我等会儿就去骂死他 请问一下许经理 难道会公司招人的第一标准是家庭背景吗 我记得上官集团没有这条标准 上官集团 你知道这里谁说的算 你许经理有再大的权利 也得听上官集团命令吧 上高华定员你不懂吗 现在我们董事长他一门心思的在他走私的那儿子身上 他哪有时间管我 在这里 我就是真正的王 我儿子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造成 那我就得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彻底把许经理这颗毒瘤 从上官集团拔干净 还是复旦大学的 你比他十字啊 是不是就念错别字了 我怎么知道 那玉子下面下一盒 怎么是蛋呢 再说了 蛋子也不长这个样子 我让你多读书你非要去喂猪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里是大公司大公司 我好不如你把你拉进来 你可得给我争点气 怕什么 这里啊 不都是你说了算吗 谁敢开除 我是你说的吗 和人面试啊 就要问问人家父母是干嘛的 家里有钱就让他来上班 没钱就让他滚 谁知道这小子这么瘾 再什么时候 都不愿意 原来是这样 真是开了眼 有钱就能来上班 废话 你知道外面那些员工为了进 给我们送了多大的礼吗 像你这样没什么钱的 山下穷鬼 你送得起吗你 什么 进公司还要给你们送礼 花钱来上班呢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没听说过的事 多了去了 山下图报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第一的上官集团 多少人击破脑袋都想进来 就是 我不是自己门槛 有什么能行 你的门槛就是比谁的红帽更厚吗 没错 你说不怕被举报吗 举报 他们感谢我还来不及呢 我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 他们有什么理由来举报我 这都是什么歪理 这不是歪理 这是现实 小子 我看你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一个最上官集团的机会 你不是说不管是谁 山下人都进不了我们公司吗 你赌个屁啊 现在有些山下人可有钱了 我看他也不像是吃不起饭的 大不了让他把山下的房子给卖了 那他一家人住哪 我管他住哪 他睡大街都跟我没关系 反正这钱我已经到手了 还是你有办法 废话 不然我能演得起我们这一大家子吗 你说的也是啊 你只要给我二十万 我就让你录制我们公司 多少 二十万 没错 我们已经给你打过折了 别人啊 我们还收三十万呢 三十万 买一个工作机会 你们疯了吧 你要这么想啊 你来我们公司 就凭你的协力 一个月至少两万块是吧 那你在这里干嘛一年 那不是把二十万赚回来的 那接下来带我们公司 那不就是纯状的 这不就相当于 我免费把你打了一年的工吗 哎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我给你提供的工作机会 你给我一点抱头 那不是理所应当吗 就是 我们是在帮你 那我还真是谢谢你们了 不过我没钱 别说是二十万 两万我都拿不出来 你把你家的房子卖了呗 什么 卖了房你要我去哪住 我管你住的 没地方 就住公司 还真是吃人不醋骨头啊 心太黑了 不好意思 我乡下的房都是瓦片盖的 下雨天还会漏 支不了几个钱 你看 我就说了嘛 这个乡下人就是个仇官大 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我还和他浪费什么时间啊 赶紧让他给我过 我还有个办法 我们两个签个协议 你第一年的工资都给我 我就录用你 小弟 干嘛非要让他来呀 这可是物贷大型的高材生啊 你你说过的 不止抓二十万 我爸的秘书 难道是和他说我的事 难道是和他说我的事 你给我儿子 哈哈 陈秘书啊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啊 什么啊 现在这谋好了 哦 那我先来见你 他都不来了 怎么了 谁的电话 少了几名的秘书 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过来的 我得赶紧接他 你给我封住下去 大家给我打几名字了 要从哪里露线了 我拉不了你 没问题 那这小子怎么办 一会儿陈秘书来了 他在身边 乱说话怎么办 妈 你把这小子给我看 你让他出去乱说话 有什么事 等我把陈秘书说走了 再说 行 其他事你就不要管了 就算要 你小子 给我安分一点 不然你就死定了 哼 你放心 我哪都不去 就在这坐着 哼 算你小子是 哎呀 陈秘书啊 久等了 您今天怎么来了 我来视察右部 还是让你批准是不是 不不不不 您要来啊 随时到那来 哼 等于什么 还不是环利身边的小太监 装什么装 嘿嘿 陈秘书这边请 董事长说小小爷今天到夜部来报道 让我来看看情况 怎么就不见了呢 陈秘书这是在找谁吗 不该问的别问 哎呀 哎 徐经理 最近夜部的数据明显下滑 这到底怎么回事 哎 最近整体市场环境不好 我会很丑啊 该不会有人中保私囊 把钱都放在你兜里做的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知道了什么 今天是特意过来抓我的证据 陈秘书啊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您不会是怀疑我吧 我对上官集团 那可是一片中心日月可见啊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 行了行了 我就随便一说 你弄什么 许经理 许经理 还真正在门口啊 什么的 今晚别出身了 知道没有 今天我们要新员工路子 新员工 没有 不应该啊 不知道你们又不 那能去哪 陈秘书 您是不是在找人 不用找了 我在这儿 他妈的 你出什么声啊 你找什么声 里面是什么声音 没有 陈秘书您听错了 里面什么都没有 陈秘书 您怎么在这儿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不是让你看好他的吗 我也不知道 他突然间喊出声 我总不能把他嘴封上 开火要是出什么事 我跟你们两个 许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 我们这次在开会呢 现在员工啊 已经开完会了 可以可以出去了 好的 要是 要是 你相信我三关其他的话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别说了 听到没有 啊 什么是不该说的 哟 许经理 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呢 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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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许经理利用裙带关系 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到公司来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胡说什么 还是说你许经理要收面试的钱 才能让他进公司 还愣着干嘛 赶紧把他的嘴巴给我堵 哦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笑什么 他说的是真的吗 哎呀假的 都是假的 这小子他面试面不上 对我们怀恨宅心 故意诋毁我们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復旦大学毕业的都面试不上 许经理 你要求证照啊 他 他学率虽然高 但是他人比差 你说什么 他妈搞什么 他爸又不管他 他这个从小就没有家教 像这种家庭的人 我们上官经常怎么能要他 你是说他没家教是吗 这个许经理真是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 当着上官启明秘书的面说 上官启明的儿子没家教 妈 你笑什么你啊 你看 说他没家教他还嬉皮笑脸的 真不知道他爹是怎么教他的 他说的是啊 你说我爹是怎么教我的 啊 陈明 你笑什么你啊 你看 说他没家教他还嬉皮笑脸的 真不知道他爹是怎么教他的 他说的是啊 你说我爹是怎么教我的 啊 陈秘书 妈的 你要是说话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 扯呀 他不就是一个想下来的蠢小子吗 蠢你妈的头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他没家教 就说董事长没家教 这个大傻子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他真的是 董事长的契约子 会话 面试表上清清楚楚写的三个字 上官吕 你是为眼瞎 人家许经理只关心我的家庭背景 哪里关心我叫什么呀 你说是不是啊 许经理 下官小少爷 您来怎么就不提早跟我说一声呢 你看这 这闹出这么大的误会 误会 我可不觉得是误会 今天我可真是三生有幸啊 见识到了我们业务的土皇帝 误会真的是误会啊 看来小少爷应该了解一些情况了 差不多吧 要不是来面试一趟 我还真不知道这小小的业务部会有这么大助手 陈秘书 你们平常就这么被这个家伙骗的团团转 这个业务部都要和他信许了 三官少爷 是我们狮子了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的 三官少爷 我求求你了 我刚才呀 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您啊 千万 是不是玩笑话 查查不就知道了 听说上到台务 吓到保佳阿姨 都是你家亲戚啊 手伸得够长的啊 徐经理 你和他说的是不是 我平时是怎么跟你说的 你这嘴巴就是把不住口 我让你少说话 对一个目论时的人 你把老底条献给人家了 我打死你 你怪我什么 我怎么知道 他在那边套我话呢 你不是说业务部 是你说了算吗 你还说是不是 别在这狗咬狗了 收拾收拾 准备滚蛋嘛 怎么办啊表弟 他让我们滚蛋 我这初中还没毕业 要是被开除了 我到哪里去找工作啊 初中都没毕业 许杰 你真敢让一个文盲来当业务部的面试官 你真把上官体团当成你的家了是吗 你不说话没人给你代言吧 您消消气 我这话就把他们全部给开除 你开除我 你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 分不下去 业务部许经理以权谋私 中饱私囊 严重危害了上官体团的声誉 直接开除 并且起诉 这么多年 存了多少钱 全部都要给我查进入 好了少爷 开除我 你们凭什么开除我 我是业务部的老大 这个业务部没了我什么都不是 你们凭什么开除我 许经理 你可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你别忘了 业务部也是上官集团的业务部 你真以为 上官集团没了你就会倒闭吗 是你离了上官集团就会饿 毕竟你会面临上官室的起诉 不 我们也会对你下达封杀令 这行业 不会再有公司录用你 不 不 你们不能这样做 我们上官集团怎么做 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经理来说的算吧 行了 我想再给他们浪费时间了 你解决吧 好的少爷 少爷您要直接接任业务部经理吗 不用了 位置先空着吧 我还是先当一个普通员工锻炼锻炼吧 好的今天的事情我会如实跟董事长汇报 董事长要是知道你第一天来就拔了一颗这么大的住处 肯定会很欣慰的 不用给我戴高帽 这么大的问题上官集团看不到 肯定是他管理委 董事长可能评的太忙了 你让他少花点心思在我身上 多放在工作上 这样上官集团早就认真上了 这次是您说的都是 还做到地方干嘛 还不快过 过来扶我一下 你们看我都提不来了 刚才你打我耳关的时候我就不服你了 你你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就这态度 怎么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习经理了 谁他妈还捧你的臭脚 你你你 这就是您千方百计帮助的穷亲戚是吧 等你落纳了第一个踩的就是他 大好的前途都被毁在你手上了 哎呦 我生后怎么办啊 哈哈哈哈 哎 哎 面试的怎么样通过了吗 通过了 真的 想不到你还挺有两把刷子的 走吧带你去挑个好位置 那就谢谢 没事啊大家都是同事嘛 哎 你跟许经理关系怎么样 许经理说实话我挺讨厌他的 要不是为了留在上官集团 我早就辞职了 你是不知道自从他当上经理之后 帮我们整个物业部搞得乌烟瘴气 真是白死 你放心 你很快就见不到许经理了 啊 你说什么 没事 你等会就知道 那走吧 你就坐这吧 坐我旁边 以后工作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也好问我 我也方便教你 好的 白姐 这男的谁啊 你俩怎么聊这么开心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新同事 哎 刚刚经过你叫什么 你好 我叫上官 对啊 过来的 啊 买上来 你过去吧 你们先聊 男人叫白纸 喂 新来的小子 我警告你 白纸是我的女人 你别想打她的主意 哦 那你是她男朋友咯 很快就是了 很快就是了 那不就还不是吗 白纸长这么好看 性格又好 你喜欢她那很正常 但是 你不能防止别人死她吧 你想听种人话说 白纸是我的 任何人都不准抢走她 那等你当上她男朋友再说吧 这事没完 就一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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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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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来消息 许经理被开除了 听说还要面临起诉呢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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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怎么就被开除了 哎呀坏事做太多了 肯定是被上面知道了呗 对对对对对 听说许经理的那些亲戚们 全都被连根霸起了 不该 你看他们那一家 作为祝福的样子 每次走路都不能走到他们前面 看我迟到车了多少回 花了多少次钱了 没错 而且 许经理 真不知道是哪个大事 把他赶出去了 真应该好好感想 哎你笑什么笑 我笑还 一看就没按什么好心 一肚子坏水 王鹏 人家上官雨昕来的 你别欺负人家 听到没 别欺负我 我哪里欺负她了白痴 她才刚来你就这么向着她 也不知道这小子从哪里来的 人家从哪里冒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哎呀别吵了咱说重点 这许经理走了 谁要当社经理 许老师啊 会不会是我们部门 凭一个分析啊 有可能 那还用说肯定是我当经理呗 你屁吗你 就凭我每个月业绩都是第一 能力强学历高 谁还有资格比我更适合当经理吗 我们说的有点道理 她资历最老 每个月的业绩也那么高 应该是她当经理吧 算你有眼光 说不定从明天开始 我就是万经理了 这人还挺自信啊 就是不知道能力怎么样 要是真有点本事的话 让她当个经理也不是不行 还得考察考察 哎呀万经理 您要是上位了 可一定要记得提前我们自己同事啊 还有我还有我 哎没问题没问题 白痴 你没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等你当上经理再说吧 八字都还没一撇呢 你等着看吧 我一定会当上经理的 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 我才不会求你呢 白痴 你惹她干嘛呀 她突然马上都要当上经理了 到时候给你穿小型怎么办 那就说明了 她心胸狭窄 根本不适合当经理 呀总这么小心吧 我还有工作先走了啊 拜拜 上官宇 方生 我会照着你 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啊 这么相信我 因为 长得帅呗 你说话也太直接了吧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 有什么说什么 再说了 本来就是事实啊 我不跟你说了 我去工作了 哎 你脸红什么 你才脸红了我没有 这个胆子你来家 什么胆子啊 你上班不用干活 你是来吃白饭的吗 让我看看 白痴 我管教新员工你来凑什么热闹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教员工啊 我马上就是准经理啊 我不管谁管 难道让这小子会一直吃白饭吗 不是 哪有一来就让新员工做单子的 你应该让人家先适应一下工作呀 咱们上官集团可不养闲人啊 要是干不了的话就滚蛋呗 你说了什么话 真是山州无老虎猴子当霸王 你说什么 还没当上经理就这么嚣张了 要是真当上了 那董事长的位置都要让给你做了 你一个新员工 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滚蛋啊 滚不滚蛋也轮不到你说了算 你要是真有本事 那等你当上经理了再说吧 行 等我等着 等我当下的经理 这个人滚蛋 滚不滚蛋也不是你说了算 你要是真有本事 那等你当上经理了再说吧 给我等着 等我当上的经理 另一个人滚蛋 你还有完没完 万鹏 人家上官也招你了你啊 你要这么针对他 我就是这样 你们两个走这么近 万鹏 我跟你只是同事关系 我跟谁走得近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 我喜欢你这么久 你都对我爱大不理的 凭什么他一来 你就对他这么热情啊 凭什么 就凭他长得比你帅 什么 长得比我帅 你怎么这么肤浅啊 我肤浅 万鹏 你可长点心吧 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漂亮才喜欢我的吗 凭什么你可以喜欢长得漂亮的 我就不能喜欢长得帅的 说得好 兄弟 你还是死心吧 长相这种东西都是天生的 你还是死心吧 长相这种东西都是天生的 你学不来 你给我放开 可以什么小白脸 长得帅就是小白脸了 白纸 等我当上经理 我一定让你知道 作为一个男人 长相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我一定会用我的能力来征服你的 我还是那句话 等你当上经理再说吧 我觉得你当不上经理 你给我等着 到时候我第一个看出来就是你 慢着 白纸 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把你桌上那堆东西拿走 你还在替他说话 小白脸你给我等着 你要是这个单子签不下来 就算我当不上经理 我也有能力让你滚蛋 什么人啊这是 没事 签就签吧 反正现在我也正式上班了 总得干什么吧 不得也是 要是你刚来就签了单子 亮那个万鹏 也不敢拿你怎么办 我来看看 什么单子 竟然是这个单子 这万鹏实在是太过分了 怎么了 这可是新海集团的单子 出了名的难考 那万鹏 考了大半年 连人家老板的面都没见到 把这当子交给你 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新海集团 好像有点耳熟啊 行业内出了名的大公司 创始人是个女老板 可厉害了 看你的样子你好像很喜欢她 不只是喜欢 简直是钦佩 就成为像梦女士那样成功职场女士 嗯 你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哎 那别说这个了 你想想这个单子怎么办吧 等你是早在业内放话了 绝对不跟我们上官吉他合作 我肯定没想 我总觉得我可以的 我想试试看 有资讯是好事 我帮你一起看资料 看来这次来公司真是来对了 竟然遇到了这么有趣的女孩子 那你在干嘛一起看啊 来了 啊 总算是看完了 哇 是啊 没想到这么复杂 我刚才你记得你都记下了吧 都记下来了 那就好想想有了这些 你的成功机率一定要更大一点 哎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能回家的 你把要准备的资料 准备好吧 我先走了 真是个不一样的女人 新海集团 我想起你是谁了 你好我是上官集团的想见一下你们的沈总 我们沈总早就说了不会和上官集团的人有任何的合作 请回吧 你和你们沈总打个电话 就说上官宇来了 他会来见我 我管你是上官宇还是上官二缝的 只要是姓上官的 在我们新海集团就是黑名单 你走不走 不走的话我叫本安抬你出去 我这么多年 他还是这么讨厌上官集团 喂是我上官宇 我现在在你们公司前台 我马上下来 你刚才是在和我们沈总打电话吗 没错 既然你不让我进去 那我只能打电话喊他来接我 怎么可能啊 我们沈总最讨厌的就是姓上官的人了 怎么会和你有联系呢 我和其他姓上官的可不一样 哎姐我在这儿 太长了 你这么多年舍得来找我了 姐姐姐别拧了 耳朵要掉下来了 这还有人呢 说吧 找我屋上 我现在在上官集团工作呢 来找你合作了 你说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对付上官启民吗 我这投敌了 我也没办法啊姐 奶奶生病了 躺在病床上让我回家呢 我能有办法吗 再说了 我也没你这么大本事 创立这么厉害的星海集团啊 我不管 反正从他害死咱妈开始 我就跟他不顾戴天 怪不得你把你的姓改成咱妈的姓了 我还在想你是谁呢 你真没良心的小兔崽子 咱妈的姓你都忘了 我哪敢啊 真没良心的小兔崽子 咱妈的姓你都忘了 哪敢啊 我这不第一时间想到你了吗 天呐 神总竟然是上官家的人 上官启民竟然是神总的亲生父亲 孩子的神总的母亲 我都听到了些什么 去我办公室说吧 等会吧 我还在上班呢 等我下班了去找你 你先帮我把这个合同签了去 你瞧你说的是人话吗 这么多年不见 一上来就找我签合同啊 我也没办法啊 任务在这呢 你要是不签 说不定我要被赶出上官集团了 哎呦 还有人能把你这上官集团的太子爷 赶出上官室啊 我现在还是个小员工 什么太子爷不太子爷的 真是赖蛤蟆王青蛙 长得丑王的花 丑 昨天还有人 瞧你这花痴呀 这个话是女孩子说的吧 我这傻弟弟是谈恋爱了 嗯 昨天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女孩子 他还说你是她的偶像呢 想成为和你一样的这场女性 真的假的 可以可以冲他这句话 合同给我我签了 爷你也太偏心了 我让你签你不签 别人一夸你就签 别废话 早点追到人家女孩子了 到时候带过来给我看看 沈总 你合同都不看一眼就签了呀 那是我亲弟弟 他就是让我签财产转乱书啊 我也得签 你说是吧 我可瞧不上你那点财产 那是谁比的上你上官少爷家场丰厚啊 赶紧拿到合同捆带 老娘才懒得跟你这个小兔崽子浪费那么多次 不知道白纸看到这签字的朋友会是什么表情 你这个行为应该去那边 你在这干什么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都跟你说了 上官女他去先还签合同啊 你竟然怎么讲不听啊 白纸 你就别进来打掩护了 迟到就是迟到签什么合同啊 再说了就平餐 我今天下午才把资料拿给他的 他怎么就赶紧去签合同了 你还不知道吧 昨天白纸帮我一起看合同的 我们两个单独在这个办公室里 可是看得很晚哦 你说什么 你们俩背着我在办公室里单独做了些什么 我们两个做了什么用的着和你归报吧 你和白纸是什么关系啊 你再说一遍 万鹏 万鹏你都放开 相关女说的没错 我们俩做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贱人 你还要不要脸 说什么啊 你 你们两个背着我在办公室里苟且 简不知廉耻 万鹏 这里是在办公室 请你注意你说话的言辞 什么叫苟且 你们两个自己做了什么不清楚吗 竟敢 竟敢背叛我 晃晃 我到今天才算去看清楚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幸亏当初我不答应你追手 不然 我一定后悔死 你不答应我就是为了跟这个小白脸 什么叫偷情 我们男未婚女未嫁的 就算是谈恋爱也是正常的合法的 这就叫偷情啊 更何况我们昨天只是在办公室里正常工作 你可以去查监控 是你故意污蔑我 白纸只是帮我整理资料而已 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 就这么恶心呢 不用跟他这种人解释是 心里脏的 看什么都是脏的 还有 我们俩只是主动同事关系 连朋友都算了事 请你不要感受我的心情 现在 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工位 不要打扰我的工作 好 很好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是吧 那就别怪我不留情练了 还想干什么 上官宇 上班迟到 我现在就有业务部总经理的身份 命令你做200个生存 你神经病门 不做完不准上班 凭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搞上体罚这套老师吧 谁立你的权利啊 就凭我马上就要上任经理 这里我说了算 你哪来的自行说你要当经理啊 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 你永远都当不上这个经理 不仅当不上 你还马上就要从这里滚蛋 你他妈叫我是吧 你不过就是个实习生而已 连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狗叫吗 你 冠旁 差不多行了 现在都还没当上经理了 就白纸经理的架子 这样和之前的许经理有什么区别 白纸 你不要仗着我喜欢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 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怎么会有这种神经病 提示 你他妈和谁打电话呢 关你提示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 赶紧给我做深蹲 听到了没有 你现在还不是经理 没有资格要求我做任何 女儿我没有迟到 我是出去谈合同了 你少的任何扣帽子 你还在给我装饰吧 行 你说你出去谈合同了 那你签好的合同呢 拿出来给我看看啊 万鹏 你说的是人话吗 那我第一次就把合同谈成的 星海的合同你摊了大半年 人家沈总的面都没见上 你凭什么要求一个新人 第二天就把合同谈成了 那是他的事 只要他在这个合同上没有签字 那他就是迟到 公司有规定 实习生迟到直接开除 我只是让他做200个深蹲而已 已经算是在帮他了 用不着 真大赢的左眼看看清楚 合同上面到底有没有 这怎么可能 既然真的是沈总的签字 上官宇你真的让沈总签字了 没错 这不可能 这是你伪造的签名 我说万鹏 你到底有没有读过书啊 在合同上伪造签名是犯法的 你不知道啊 山官宇别理他 他这个人就是有病 你到底怎么让沈总签字的 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你签不下来的合同我签了 就是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 那也可能是沈总看我长得比较帅 一高兴就签了呗 白纸你听到没有 这小白脸竟然去勾引沈总拿合同 真是太不要脸了 有本事你也去勾引沈总啊 你看沈总 行 你们给我等着 站住 干什么 你一大早的在我这发了这么久的疯 就想这么走了 你想怎么样 给我道歉 什么 给你道歉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道歉 发疯的是你吧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实习生敢要求老员工道歉呢 我不管什么新员工老员工的 做错的事就得道歉 这是规矩 什么时候这里的规矩轮到你一定了 你以为这公司你家开的吗 没错 这公司就是我家开的 你说什么 我爸是上官启明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这家公司的确是我家开的 还有 星海集团的沈总是我亲姐 我说句话就能帮我 你说的是真的吗 沈总真的是你亲姐 我刚还和我姐说了你很崇拜她 她说有机会请你喝下午茶 真的吗 我真的能和沈总一起喝下午茶 真的是太好了 上官宇 你吹牛逼的时候能不能打打草稿 你说董事长是你爸就算 沈总还是你亲姐 你怎么不说你是美国 一个姓上官一个姓沈 怎么当亲姐弟啊 对啊 你和沈总都不是一个姓 还有 你难道不知道吗 新海集团和我们上官集团的关系 一直非常不好 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沈总是我们董事长的亲女儿 父女之间的关系哪有那么差 这是我的家事 用不着和你解释什么 你爱信就信 不信就不信吧 这该死的什么意思怎么还没有 金姐 编不下去了吧 你相信我吗 嗯 我相信你 看到没有 我白纸相信我就够了 我要你相信什么 白纸你糊涂了吗 他不就是长得帅了点吗 他要是真的是董事长的儿子 我现在去厕所吃食 少爷 少爷您找我什么事 不 陈秘书 你怎么来了 少爷您充充妈妈找我什么事 少爷 他是什么少爷 告诉他吧 他可是我们董事长唯一的儿子 以后上官集团继承了 我的话你记 那陈秘书的话你总该信了吧 你你竟然真的是长官少爷 你为什么要钻成普通员工来上班 我没那么多心眼来故意耍你 是你吃多了没事干故意针对我 想当经理想疯了 我 我已经有接受业务经理位置的人选 是谁 他顾白纸 什么 你你让我当业务经理 不行不行不行 我没这个能力 你不是说你要成为沈总那样的直肠你强人吗 区区一个业务经理就不行了 无论是你的业务能力还是你的人品 都是很不错的 我相信 主要是 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啊 嗯 行 我会尽力的 就这么定 封下去吧 好的少爷 凭什么 我不服 论资议论业绩 我才是定义 你就是看上他了 你不仅仅只有业绩和资历就够了 更重要的是人品 我白纸之前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但还是很热情的帮助新来的同事 为了公司业绩 自愿加班看资料 他的人品有目共 而你呢 你的人品在我这两天看来 已经充分的了解到了 说实话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让你来当经理 是你自己把你的前途给毁了 怪不可别人 你说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不就是为了让顾白纸上位 哼 我和你讲道理你不愿意听 非要我用权力来压人是吗 好 那我就告诉你 上官局他是我家开的我说了算 我只要让谁当就让谁当 我不仅要让顾白纸当经理 我还要开除你 这个结果你满意了吗 你要开除我 凭什么 就凭这里我说了算 够了没有 怎么你到现在还认不清刑事呢 你刚才还说我要是董事长的儿子 你就去吃屎呢 我都没让你去厕所吃屎 已经很不错了 让他走 我不想让上官是再看到这个人 好的少爷 好 别 Ä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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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